《香港超级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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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人终 香港超级连赛 来到大埔运动场 今天看到《东方连赛》 《猿来床客》 第一转环 双方打成0比0 当时就是球季的揭幕战 做在绿色衣服的和库大埔 赛前在《军队》 对手东方在联赛榜第五位置 最近他们已经经历了两场败仗 所以这场球大家都很想找回一个赢球的感觉 到上半场的中后段 东方开始将形势逐渐把握在自己手上 这些直线一而再出现 巴道姆虽然拽到人弹出了网质 但也是一个有威业的攻势 卢比杜叔叔似乎说对了对了打前一点 但是打前一点要赢球才行 结果真的打前一点 后面出现了空位 几乎被保莲奴 这位和库大埔的手直射手 找到一个偷鸡的机会 最后射球的钟伟强 这个球处理得不够理想 三个人围住他 祖莲奴不射也对 但是这个烫射却缺了角度 考验不到叶黄辉 在整个上半场来说 和库大埔的攻势连连无几 刚才一个已经是最有威胁的一次了 接着入球在何时出现呢 就打到上半场的接近末段的时间了 巴道姆趁着和库大埔冲前抢弓 回防不及的机会之下 接应王浩俊一个很漂亮的直线 都不用控了 看看龙门出来你站在哪个位置 他轻轻就躺入近柱 34分钟 巴道姆趁东方射程1比0 也领先了上半场 换篇之后 和库大埔就换入他们中场 一个控球灵魂人物 利玛 的确令到形势有改变 利玛这个球也施展他的看家本领 很有看头 关近住 幸好叶黄辉也知道他老 这个球及时撲走了 也是下半场换篇之后 看到和库大埔的一个警告信号 一路下来 看到毛虎大埔很积极抢弓 谁知道今天 在这场球里有几大弱点 是一对中坚 有一次见到2号的茶维斯 没办法压制孙明迁 结果被他射成2比0 冰先了两球球之后 以为东方应该可以很稳定 细猜不到中坚的马高斯 竟然一个高章 不肯简单解围 把球送给保莲奴 保莲奴也在71分钟里面 射入了他今季个人的第十一个入球 鸡和库大埔追成1比2 随即令到最后的20分钟 已经来到高潮 当时叶蓉辉 其实已经在之前有过一些表现 告诉队友 要积极点 队友继续 谁知道叫不醒 接着下来 还不见到有机会 落在这个雷仙奴脚下 他这个有心无意的 全中坡几乎合死了叶蓉辉 利玛的自由球 开出来 亦都见到一次有机会的攀平机会 大火式打了上来 做中锋位置的加比2 顶重了一条横眉 有点不幸之下 和库大埔主场 第三次 输1比2给他们的对手 第四次 继续 聚集中 感谢观看